好 休息太久 再付出就困難了 這是大家的一個共識 對不對 還有如果你從小的 唯一價值只有讀書 你就不要期待小孩 將來還會有其他的價值 因為如果他這唯一的這個價值 沒有被滿足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用其他的人生價值 來肯定自己 那這個就會 小孩就會過著很奇怪的人生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光我入社會之後 我還是覺得 有時候人家問我說 你覺得你人生最快樂是什麼時候 求學的時候 最快樂 最有面子 你就想就是從小到大 你動見觀瞻 你在學校都要老師捧 老師從你 家庭有面子 同學羨慕你 會尊敬你 你真的最快樂就是求學的時候 入社會你會開始否定自己 如果適應不過來的人 就趕快趕快趕快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精神 有一個不是正常的人 他只要是一發病講德文 因為他德國留學 對啊 都很大聲 都要一路這樣 相片的 對啊 我們叫謝志偉來翻譯 在現在個性的 會比學歷的競爭力 會比學歷的競爭力要更重要 個性的競爭力 特別是現在就是你柔軟的身段 還有見機形式 還有現在很多的求職者 他甚至還是會忘了他在求職 他會希望企業的職缺 那個環境 那個薪水配合自己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環境下 是完全的不可能 所以現在除了就是說要有柔軟的身段 然後去配合企業對你的要求 該加班又加班 然後比較少的薪水在現在這個階段 似乎也是應該去調整的 否則如果一旦你不接受 這個現實的環境的話 那你很快 你在這段時間可能都找不到工作 但你越長找不到工作 你要找到下一個落腳就更困難 我能夠說到一個重點 像我子女在那小的那種 房屋中介公司要離開 要離開前他這個老闆就 就講說我最愛找那種單親 單親最好就抗壓力都很強 叫他做到11點也在做 一般正常家庭就 人家乾口 所以你是鼓勵不來的妄婚嗎 不是 對 那個小孩就 你很緊張 我跟妳講 因為很簡單 我沒有老爸可以好看 沒有哭算 老婆給我們起床 我就想說不錯了對不對 我沒有哭算 我們就有自己拚 真的啊 我們沒有辦法哭的回家找爸爸 沒有啊 沒有得找 所以美鳳姐你現在是說 我們天爺的要有政證 你怎麼會 你... 我是覺得大人不要過度保護 你這樣又聽不懂 現在還是有很多年輕的人 他要離職的時候 他是不自己打電話去辭職的 那很可能 誰去辭職 爸爸媽媽打電話去 說這工作太辛苦了 我女兒不幹了 還是有這種情況 那你想想看 已經出社會還保護成這樣的話 他有什麼競爭力 對 我說一下 我剛才說的公務員 不是說看不起公務員 有很多觀眾朋友是公務員 我意思是說 他爸爸媽媽把他一路栽培 絕對不是希望他當公務員 是啊 很多事 就是高考及格啊 為主重爭光啊 我們學長說的那個案例 就像人家說生個上將啊 祖墳都要冒煙了 就是那個感覺的 不要懷疑公務員他現在有什麼最好的選擇 他現在 我爸叫我去考公務員 不受這種經驅不經驅 那是最近幾年很期待這樣 沒有 那是你自己的人生規劃 可是真的有很多人能夠高考及格 那個是很驕傲的 我還是不太 你們講話我都尊重 我不太同意就是說 我這小孩 這個建宗 北一女 台大 或是康南爾 長春藤 民小將 回來要當公務員 我這樣在乎 父母 如果說我是父母 我不會這樣想 我不要真的想 因為大家說這句話 我聽得很貼心 就是大家不是去採訪他嗎 他婆婆講一句話說 這樣我是要怎麼把親家交代 求是我在求 你們現在都報公是他在求 因為你是我的媳婦 牆對那去 親家 我是對親家也親家說 我女兒嫁禮你叫他去 求柱 去做十方 我是不太告代 他說到這個洗碗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這個 我也蹊蹺生菸 我去那裡要死 你怎麼會 你給大家認一句 我去買一個洗碗 我跟你講他絕對不是說 你要真的來幫我洗碗 東西我求沒關係 飯我煮 碗我洗也沒關係 你 雞減倒酒 對啦 你聽得懂 媳婦就是這樣 雞減倒酒 你做一個這樣 雞減輕一點 對 歷史叫他不要攔下去 要動動手的意思 對 世大人看來也煩 他說這樣倒酒 雞減倒酒 我去買個洗碗機 你真的去買個洗碗機 放在那裡 打雞教授一粒 對啊 我比較想騙 我跟你說 浪費電 你誤會我的意思 我怕王學鳳 真的跑去買洗碗機 對啊 我剛才說的 因為杜新竹中學 背後 老爸出來 他吃海產 對 結果 說魚怎麼不出來 老爸說 這口水 他說聽不懂 這樣聽不懂 對 就是 他不知道 魚是有魚的意思 對 對